这场映入眼帘的近是满满空火架 不管是北京 上海或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家乐福 几乎都冷冷清清 还有民众拍下沈阳家乐福当场被拆除 随着logo缓缓落下搭配凄惨配乐 诉说着28年来 法国零售龙头家乐福 进驻中国后 从曾经的超市王牌 大卖场鼻祖到接连关店 市值民众真金白银除值的购物卡 到关店前已无法兑换等值商品 中国历经三年疫情后 经济难以复苏 大型连锁卖场超市出现货架没补货 拖欠租金等状况 加勒福身为卖场龙头难以幸免 直到今年4月 加勒福在北京的店面还有15家 但短短两个月内就有12间门市宣布歇业 超市如果前锋死了 估计要凉凉了 将近一年的租金 二线城市昆明同样有多家 加勒福大门申索 还贴上请勿通行的公告 连大楼管理处都来贴上 拖欠租金公告 途经此处的市民纷纷驻足查看 并连连叹息 加勒福在中国陨落6年来 管了207家 其他外资零售商如日本高岛屋 美国梅西百货等 也在2018到2019年前后退出 专家直言中国内需市场 没有外界想象这么美好 尤其是消费品容易被本土厂商取代 美国媒体则分析 中国疫情后面临消费支出疲软 等五大困境 但习近平却没有解放 验真正看着中国经济持续探底 现在新闻邀欢军报道